十九日中午後大台北地區 宛如雷神降臨 一道雷速比直 擊中101大樓頂端場面震撼 不只地面上 不間斷的閃電 也擊中飛行中的長榮新雨三架班機 還好機上旅客都平安 雨神大發威高雄部分地區凌晨下大雨 高雄市中正地下道往鳳山方向的車道 瞬間煙起大水 緊急封閉車道近三小時才搶通 這場春雨讓各地小朋友與家長狼狽上學 下雨會濕的話就會開車 所以就提前十分鐘吧 其實真正大雨今天才開始 氣象局一早針對十五縣市 發布豪大雨特報 其中六縣市更要慎防大雷雨 截至早上十點累積雨量 苗栗泰安已達381.5毫米 是全台最高 高鐵列車行進降雨區時 踩線速通過 早上就有列車 因此延誤五分鐘 整個比較明顯的降水回波呢 都是落在台灣的中部以北 到東北部的這一帶 截至十九日晚間六點全台水庫 進漲兩百七十二萬噸 但以中部以北水庫為主 南部地區要看午後的雨勢而定 這幅封面預計週五遠離 但鵝鵝鵝鼻東南方 約四千兩百公里海面上 又有熱帶性低氣壓生成 最快今晚可能發展成 今年第一號颱風珊瑚 不過專家提醒 二十日降雨最劇烈 嚴防牆降雨 低瓦及山區要小心淹水及貪方 這裡請楊宗彦台北報導